好 趕快先回答一下王震的問題 他說今天的2000就是晚上8點的 全年新聞也是借凡姐姐嗎 是的 今天晚上2000也是借凡 所以大家這個要持續的鎖定 等一下呢 1819是雅婷主播 然後20借凡主播又回來了 所以大家持續的要鎖定在中天頻道 好 這過年期間呢 因為很快等一下就要過 這個所謂的元宵節了 所以各地呢就迎新春 舉辦了一個造型燈會 在大陸的湖北有一座巨型的燈飾 它是以古典美人王昭君的形象來製作 但是最初的版本竟然是金髮碧眼 就被吐槽 這是洋娃娃吧 怎麼會是這個王昭君呢 主辦單位迅速拆下來 然後幫王昭君的這個花燈呢 來整形美容 而整容之後的王昭君 現在是大獲好評 金髮碧眼就像西方洋娃娃 湖北這座12公尺高的燈飾形象 其實是中國古典美人王昭君 IP模仿迪士尼公主 主辦方立刻拆下 替王昭君整形 從金髮變成繡麗黑髮 圓臉縮小20公分 變成骨感瘦臉 朱唇微微張開 眼睛也改成了單縫眼 一針一閉之間 透露東方古典美的溫潤大氣 為什麼要用個比士尼的角色來做地標呢 後面我才發現那是王昭君 這座燈飾名叫昭君還香 網友調侃經過染髮 再加上受聯整形之後 真正的王昭君終於回來了 簡直判若兩燈大獲好評 而過年兔燈也引發討論 大陸南寧街頭巨型兔子燈 不停眨眼還擺頭眼神迷茫 有著詭異的腮紅 像是喝醉酒一樣 讓不少網友都覺得 這長得羊不羊 兔不兔 被吐槽 長得太醜 之前重慶街頭也有個兔子燈 被嫌醜 她有一雙虎媚雙眼 但眉毛和雙頰有特殊的漸層裝飾 反而有點像一張人臉 山西的兔子燈色彩單調被網友吐槽 這是從鼠年改裝的吧 各種超奇葩燈式 要是美感不佳 不但IP似不像 甚至醜得嚇人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所以要帶小孩去賞花燈之前 爸媽媽可能要先去看景一下 看這兔子會不會嚇到孩子 孩子晚上不敢睡覺 開玩笑 好 接下來看到現在全球華人 都在歡慶這個農曆春節 北韓其實也是過農曆年的 而且全國放假三天 22號大年初一這一天呢 平壤市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到這個萬壽台的山上 就是金日成 還有金正日的銅像前面獻花 許多平壤市民 北韓的官兵們 一大早就在著花樹花蘭 到了金日成 還有金正日的銅像前獻花鞠躬 而這個春節期間呢 北韓的民眾會全家一起吃團圓飯 還會吃傳統的年糕來過節 官方也會舉辦一系列的演出活動 來慶祝新年 好 再來看到是紐西蘭的前總理阿爾登 日前宣布因為他不再有足夠的精力帶領國家閃電辭職下台 執政的勞工黨22號選出了西金斯 出任黨的領導人以及紐西蘭的第41任總理 44歲的西金斯是唯一的候選人獲得了勞工黨黨內的認同 西金斯或許擔任的是防疫部長 應對這個新冠疫情實施了邊境封鎖獲得支持 他更任命塞浦洛尼出任他的副總理一職 塞浦洛尼將會是紐西蘭第一位太平洋島原住民副總理 不過阿爾登領導的這個勞工黨因為物價上漲啊 貧窮犯罪等議題民調逐漸下滑 西金斯上任之後呢 如何重振勞工黨的支持率 這是他的一大課題 美國總統拜登文件們繼續連環報 美國的司法部在拜登家中展開了擴大搜索 歷經13個小時 又搜出了6個機密的文件 6件機密的文件 這已經是第五度發現拜登私藏密件 而拜登的民調也狂跌接近了任期以來的最低點 拜登這下可真的是顏面近視 美國司法部在他位於德拉瓦州的家 展開擴大調查 而且一搜就是13個小時 每一個角落都不放過 還真的又被搜出6個蓋有機密標記的文件 問題是這已經是第五次被發現 密藏文件對拜登的形象打傷 拜登本人強調他當上總統 從後處理機密文件非常小心翼翼 另外福斯新聞報導 拜登入主白宮以來 沒有具名的中國大陸金主向 賓州大學捐款上千萬元 從2017年到現在已達三千萬美金 而賓大拜登中心就是由賓州大學主管 而白宮處理密件們的方式充滿算計 首批文件被發現是其中選舉前六天 整整對外保密了68天才對外宣布 尤其文件包括拜登兒子 杭特拜登有關的資料 更加受到外界的質疑 現在傳出白宮幕僚長克蘭 不想再繼續擔任這個高壓的工作 可能很快就會辭職 而命件們連環抱持後 拜登民調也直直落 最新民調顯示 只有四成的民眾滿意它的市政表現 比月初掉了四個百分點 接近任期的最低點 記者綜合報導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囉